深夜十點多 警察和大樓管理員 來到十樓住戶門口按電鈴 但沒人一門 大夥人只好離開 民眾控訴被鄰居三番兩次 惡意報警檢舉 製造噪音 為了不再被檢舉 椅子都套上一套 室內拖鞋也換上後底拖鞋 鞋子厚度真的會影響到 走路分配大小嗎 我們現在找來一薄 以後拖鞋測試看看 拿分配機實際測試 一般拖鞋約六十分貝 後底拖鞋五十分貝 比較安靜 但鄰居還是認為太吵 十點之前就要洗澡 因為他連我幾點洗澡 他都知道 然後半夜不能衝馬桶 生活受到影響 沒想到信箱 還收到嚴厲指責信件 不給點教訓 你是把人看簡單的 這張紙條讓我覺得 就是有恐嚇的意味 後來管委會介入協調紛爭 但雙方各有立場 一言不合爆發口角 你說我操擾你 我真的是火大 請你照照鏡子 我去騷擾你 你騷擾到我們兩個夫妻 都完全不能睡了 還騷擾你 我們聯繫報案人 報案人對於警方的詢問 他並沒有出面說明 警方到場沒有發現 檢舉人所說的噪音 實際來到被投訴的鄰居 大樓管理室 警衛幫忙聯絡當事人 但尚未取得回應 只是現在樓上樓下兩家人 因為噪音問題 徹底撕破臉 最壞打算不排除走司法途徑 解決紛爭 記者王家慶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再見